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北魏孝文帝传 今天我们讲第十四回 东部三贤碑的语文贤碑 贤碑的故事啊 其实我们历史上记录的很少 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 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他们能强大起来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关心他们发生过什么 所以以后当有一天 我们要讲一点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没的可讲 像慕容贤碑段式贤碑 是吧 还好 我们知道一些他们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汉化了 他们汉化以后 他们自己开始讲故事 慕容贤碑的事 都是慕容贤碑自己讲的 宇文贤碑就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一直到宇文贤碑被慕容贤碑同化 他们也没有自己讲故事的机会 就没汉化到那种程度 还没等他们汉化到能讲故事呢 他们就灭亡了 他们的故事都是慕容贤碑和段式贤碑讲的 宇文贤碑的是啊 慕容和段式讲的宇文家的事情 就是很片段 都是些什么事情呢 说这个时期啊 宇文贤碑他们老进攻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大王是谁 如果不是这样 慕容贤碑也不知道他们老大是谁 不但慕容不知道 其实宇文贤碑自己也没有记录 爷爷以上是谁的习惯 草原民族的亲戚啊 就认到爷爷 爷爷以前跟我就没有关系 管他是谁呢 记录说记录祖宗多少代的事 全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汉人 不怕麻烦这么干 宇文贤碑曾经呢 有机会讲自己的故事 不是没有机会 是吧 后来到了后来 是吧 他们再往后说 他们他们在北魏的时候 是吧 宇文贤 这是宇文家的人 做到过北魏的太师 后来还有 他们还有自己的国家 北州 是吧 北州就是宇文贤碑建立的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说上来 家里谁接着谁 谁接着谁 就连这个皇帝 他们皇帝的家谱都说不全 这就是说 他们不愧为我们说的北部贤碑 是吧 虽然他们现在的故事发生在东部 可是他们这一段其实相当落后的 至少没有汉化 史书当中说的 他们是匈奴的部落 东部三贤碑 就是慕容汉化了 段氏乌环化了 而宇文贤碑呢 都讲他们匈奴化了 我们对于比较久远的他们 其实只知道两件事 第一件 就是宇文贤碑是 谭石淮死了以后 东部贤碑的大人 后来咱们说的比较多的 就那个科比能 是吧 科比能是中部贤碑的大人 这个东部贤碑的大人 就是宇文贤碑 其实后来的慕容贤碑 段氏贤碑 那都是小弟 是吧 小弟外出打工 大哥留在家里了 最后小弟混的 比留在家里的大哥好 这就是东部三贤碑 他们家的事 对于宇文贤碑的事情 确确实实 没什么可讲的 甚至于其实 很多你看史书 后来对他们的讲述 都是猜测 甚至宇文家 当了北周的皇帝以后 他说他所讲的故事 也是从宇文贤碑南下 和慕容部接触以后 说起的 什么意思 宇文家自己讲自己历史的时候 都是在抄袭慕容家的 没有慕容家的那点 讲的那点历史 宇文家也不知道 以前是怎么回事 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的史书中的 确切记录的就是两件事 一件就是刚才说的 他们是谭诗怀以后 所谓的东部大人 另一件 作为传奇 我们记录了一些 他们的着装 他们一些发型 一些习惯 当然当时是作为一种 绩效 你们怎么长成那样呢 但是就是这些 对他们着装 对他们发型的描写 让我们今天能知道 宇文显碑 是独立的一支 他们和匈奴 不是一族 他们和匈奴的服装上的 差别很大 他们和我们的着装 也完全不同 他们也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其他的都是推测的 就是宇文显碑 是个很古老的小部落 后来汉凶战争的时候 西汉 从汉武帝开始 我们不断的把匈奴 向北部驱赶 于是匈奴进入了 宇文显碑的地盘 宇文显碑 这就是所谓的北方显碑 他们一开始 就带有很强的匈奴特征 这是他们最早 和匈奴接触的结果 甚至他们的开化 就是因为和匈奴文化 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 大体上我们推断 在慕容伟的时候 慕容伟这个时候 慕容显碑和当时的列强 石乐联手 击败了幽州的汉人 然后又一起瓜分了 段氏显碑控制的辽西 随后呢 随后慕容显碑和石乐显碑 就陷入了战争 我们不能说战争贪婪 这是跟我们汉人学的 这个锅咱们不背 是吧 因为贪婪是人性 这不分民族的 在战争中 慕容显碑开始的时候 就在历史中讲 我们和匈奴显碑 也是在同一个时期 处于战争状态 这个很好理解 是吧 匈奴显碑这个时候 和石乐 他们都是匈奴 他们联手 南北夹击慕容显碑 石乐的汉话呀 其实你看是够可以的 但是慕容显碑的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石乐很快 也走上了咱们说的草原三部曲 史书当中的意思就是 石乐灭掉幽州以后 没多久就死了 后兆开始陷入到争夺混乱当中 也是继承权发生了争论 但是他不是殊职之争 不是标准的殊职之争 这一回是儿子和干儿子之争 石乐的儿子和石乐的干儿子 对于未来的道路产生了争执 石乐的亲儿子最后没有坚持住 而是被代表草原势力的干儿子 石虎篡位了 这样后兆就乱了 就没工夫再和慕容较劲了 后兆这一掉链子 语文显卑就尴尬了 原来南北夹击慕容显卑的 现在后兆掉链子 而慕容显卑现在的实力呢 也不是特别强 不足以进攻强大的后兆 所以尽管后兆乱了 慕容显卑一开始并不敢去动石虎 慕容显卑在石乐死了以后 采取了一种北上东进的策略 就开始了慕容显卑向宇文显卑向北 和宇文显卑向东 统一段式显卑的显卑内战 慕容显卑其实后来也没有细讲 到底我怎么击败宇文显卑的 因为对于慕容显卑来说 这只是他们伟大之路的开始 他们也不重视豫文显卑 就是慕容显卑从慕容伟开始 统一东部显卑诸部落 然后呢 然后以东部显卑部落的领袖的身份 带领着各民族组成联军南下 宇文显卑 段式显卑 都是慕容显卑最后的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慕容显卑的 在与慕容显卑的战争中 对于未来的道路 宇文显卑啊 这时候历史上讲啊 他们还发生过一次分歧 也分裂了 我们把这种草原民族的分裂 都看得很清楚 宇文显卑发生了分裂 他们分裂成两部分 一部分后来加入了慕容显卑 成为后燕国的一支力量 而另一支选择了向东向北出走 他们后来加入了还留在北方 现在这个时候 比宇文显卑还靠北的拓跋显卑 他们加入了拓跋显卑 以后成为拓跋显卑当中 比较开化的部落 就是建立北州的宇文太 他们家 在这场动乱中 以后在一场动乱过后 他们也成为一个北方国家的领袖 这就是北州 这是北州 是现在出走的宇文显卑 这个早期和南方的慕容显卑的接触 让他们让宇文的这一支 比别的北方显卑更早的看到文明 让他们以后成为 现在还是野蛮人 但以后 这宇文显卑算是比拓跋显卑开化的 一部分 东部显卑的事 其实最终还是要看慕容 我们以前讲到慕容伟了 慕容伟接班的时候 他的身份是大铲鱼 他建立的是一个草原国家 慕容显卑 慕容伟一生 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向东发展 向北扩张 所以慕容伟趁着当时混乱的局势 一方面从辽西 把江土扩展到了辽东 然后呢 向东击败乌环和段氏显卑 进而向北 收服了显卑很多部落 这里面 就是说最强大的两国 就是段氏显卑和宇文显卑 到这里 慕容显卑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 显卑国家的模样 但是这个时候的慕容伟 是大铲鱼 是吧 是一个草原国家的老大 后来呢 他接受了东晋的册封 这是一个争取汉人支持的好办法 这就表示慕容伟 不仅仅是显卑人的国家的领袖了 不仅仅是大铲鱼 他还是汉人国家 东晋的辽西公 跟草原人 他当铲鱼 在汉人面前 他是我们汉人的公爵 大家理解 这是双重身份 慕容伟 所以要这个双重身份 就是要搞统一战线 实际上 一直到慕容伟死了以后 段氏和宇文 两个显卑 才完全归入慕容 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 是慕容伟的儿子 慕容晃 慕容晃 在位的时候 也完成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 就是从 从蝉鱼国家 向汉人国家的转化 他平息了 显卑内部的叛乱 那显卑也 也走上了 也走上了 草原三部去 是吧 慕容伟一死 他的儿子 也面临着 内部的叛乱 但是慕容晃 慕容晃 平息了叛乱 杀了分裂势力的老大 然后呢 然后就就跟出走了似的 这慕容晃就跟出走的 以出走的方式汉化了 不但后来自封燕王 还向 还向西南部迁都 就是向着我们汉人的方向 不断的凑合 这个慕容晃的汉化 就已经够瞧的了 是吧 慕容晃 这个燕王和东晋的关系 就是独立的 就和曹操和汉朝的关系 是吧 司马仕和曹魏的关系 是一样的 汉化就是慕容晃 做的第二件事情 从慕容晃开始 彻底的摆脱了 蝉鱼这个称呼 以后的慕容晃 就是汉族 第三件事 那就咱们说迁都 把首都从少数民族 比较多的辽东 迁往辽西 进而呢 迁到现在的辽宁朝阳 迁都怎么看 这怎么看这件事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 所谓向心 是吧 如果说慕容晃 坚持自己是个显卑皇帝 那他就应该稳稳当当的 把他的首都 放在显卑人的圈子里 但是他没有 他的选择是靠向汉人 把首都迁得离汉人聚集地 近一点 再近一点 一般都认为 前焉 是吧 前焉的建立者是慕容晃 但是慕容晃 其实大家注意 并没有称帝 仅仅是称王 那他跟曹操是一样的 他只是称王 他称燕王 称帝的是慕容晃的儿子 慕容晋 慕容晋是慕容晃的儿子 慕容晃死的这一年 巧了 石乐的儿子石虎 在这一年也死了 对于前焉来说 这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对于后赵 那就是灭顶之灾了 于是慕容发焉 慕容晋击败了后赵 随后后赵 不久以后 后赵就灭亡了 慕容晋和他的两个弟弟 占据了幽州 前焉就到这里 就建立起来了 慕容显卑的黄金时代 就开始了 东部三显卑 最终一起迎来了一个 一个显卑人建立的汉人国家 历史上称为前焉 这是以后说的五湖十六国当中 显卑朱焉的开始 一群草原人现在站在幽州 满心中都是汉人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看向迷雾中的南方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几场厮杀之一 他们无意中 走入了汉人的地狱 在他面前的迷雾的后面 是汉人建造的中原绞肉机 好了 我们这一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继续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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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